國際焦點持續來關注的就是 俄羅斯總統普欽曾定下 3月2號是作戰勝利日 未來這短短不到一天 俄羅斯軍隊是否會強力圍攻基輔 備受關注 直擊基輔保衛戰的前線 到處可見基戰遺留的殘骸 卡車裝甲車全都扭曲焦黑 淪為廢鐵 顯然衝突才剛結束不久 滿地除了殘骸碎片 還遺留一個突兀的絨毛娃娃 看來這好像是一種狂犯 但當然有人從家裡帶了一雙雞 現在它是燃燃 在這情況下失敗的攻擊 遠一點的地方 還有一輛貼有V字的俄羅斯軍車 被棄至橋上 甚至俄羅斯大兵的屍體 就在眼前 儘管烏克蘭暫時看來 成功擊退敵軍 但美國分析 最猛攻勢還在後面 衛星影像直擊數百輛 俄國裝甲車 坦克 火炮 以及支援車輛集結 綿延64公里 持續向300萬人口的基輔挺進 而且這支大軍距離基輔市中心 不到25公里 首都存亡倒數計時 俄羅斯被逼急了 因為他們怎麼也想不到 烏克蘭比預期的還難拿下 關鍵在於烏克蘭全民的 反抗意志高昂 兩名年僅19歲 熱血大學生 想上戰場報效國家 73歲的長者 也打算為國捐軀 一整排人龍 都是等著加入軍隊的 致運者 民防中心 也湧現註冊人潮 大家領到熱騰騰 剛到手的槍械 趕緊組裝熟悉 那些前線的地方 在那裡 有普通的烏克蘭的軍隊 他們有敵艦艦 他們都很順暢 他們設置了 守抗位置的位置 但當你回到城市中 軍隊變得更加均衡 你們看待軍隊的軍隊 有些人 他們已經給了武器 幾天前 烏克蘭戰力持續擴大 不能上戰場 也軍邪挺前線 血添付中心 我們有很多 套餐 約400人 還有家庭把舊衣服 變成衛裝網 用來隱藏坦克 還有戰壕 全民總動員展開 基伏保衛戰 我們現在準備要戰鬥 因為俄羅斯人 有天為天的大大激勢 我們必須製造一些 雞尾堡 幫忙裝沙袋 做後勤補給 所有烏克蘭人 晉級所能保家衛國 不過剛結束兩晚 宵盡的基伏也出現這副景象 潮市外人籠綿延 一圈又一圈 大家抓緊時間 趕快採買必需品 有人手握一大盒雞蛋 有人大包小包 要繼續對抗俄羅斯 山盤裡面 很多很多都已經空了 菜 這都是賣水果和蔬菜的 沒有啥啦 晚來的可能什麼都買不到 但戰爭籠罩下 烏克蘭人就連採買物資 都展現團結合作 超市場有大大線 但是人們都在一起 我認為 你能感受到國家的靈魂 和環境 不過當戰火 越來越靠近基伏 兒童醫院患者 被迫待在地下室避難 食物 藥品補給 成了最迫切問題 我們接受所有的製作 我們需要的製作 我們已經結束了 我們已經結束了 今天我們預約 提供我們的 藥品製作 至于基辅的除备油料 目前虽然持续运作 但许多加油站现在已经关闭 一方面补给乌克兰的军事装备 也担忧沦为俄罗斯的炮击目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除边乌克兰如果战败俄罗斯总统普钦 还能够维持俄罗斯国内的平衡吗 内政纷争将这次战争 他的执政之路是否雪上加霜 想吃农家的执政记者谈一轮 向来善用闪电战的俄罗斯总统普钦 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事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更久 明天俄乌之间要进行第二次的谈判了 不过现在有消息指出 说俄罗斯这边要用强夺的方式 拿下基辅 毕竟这次普钦真的是颜面无光 因为他过去经济繁荣并吞克里尼亚 都为他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定位 而且在这十几年来他操控舆论 也获得非常高的支持率 那现在这几年经济的成长放缓 再加上防疫不利以及贪腐问题 那这次又出兵了乌克兰 确实让普钦的执政之路雪上加霜 当然俄罗斯人的民调也显示说 其实国内并不太赞成这场战争 有八成的人都认为乌克兰其实是一个独立国家 只有两成人认为应该要统一 所以如果这场战役越来越长 肯定对普钦是有受伤的 那普钦毕竟坐了这么久的这位子 他当然非常能够拿捏俄罗斯精英之间的冲突 当然在国内有一派是普钦的亲信 他们主掌的是银行能源 所以这场战事出现之后 他们反而是乐见腐败经济停滞 以及希望俄罗斯与世隔绝 但对于商界人士来说就深受其害了 所以乌俄之战 其实也让俄罗斯的内部 出现了相当大的混乱 不过也不至于导致普钦这个政权倒台 也不会让专制体制终结 但也让俄罗斯这边 过去普钦善用这个胡萝卜加棍子的方式 也就是一边奖励一边惩罚 现在看起来再也不适用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这次动用 杀伤力极大的急速火箭 还有真空弹 怒劈普钦等同犯下战争罪 好几枚炮弹从天而降 像鞭炮一样的声响回荡 两个人慌忙逃命匍匐在地 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不到24小时前遭受俄罗斯无情炮击 整座城市像是被安装了炸弹 一个个连环爆 全程硝烟四起 哈尔科夫共五座住宅区被轰炸 四处血迹斑斑 民众一开门就看到飞弹掉到家门前 还冒着烟 没有走几步就看到不幸丧命的同胞 尽管俄罗斯宣称 轰炸的主要目标都是军事设施 但是实际上打中的都是民用建物 像这里原本是生产儿童衣物的工厂 已经面目全非 还有人家里被轰出大洞 以骗狼藉 美国和乌克兰都指控 俄罗斯使用的是能酿成大规模破坏的奇数火箭 可怕的是俄罗斯还直接瞄准了哈尔科夫的示议会 飞弹轰炸的瞬间影像也曝光 哈尔科夫变成像是俄罗斯的练靶场 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怒批 普钦是犯下战争罪的筷子收 当地的一座妇产科医院 新生儿和产妇都仓皇在战火中避难 只能躲在地下室 检疫客难的病床上 努力活下去 恶梦般的战火不知道还要过多久 俄罗斯甚至还出动了 TOS-1喷火坦克 甚至传出就连被称为炸弹之父的真空弹 也用上了 过去曾在叙利亚使用过的真空弹 现在也被乌克兰指控是用来对付平民 乌克兰驻美国大使就向美国官员指控 俄罗斯是公然违反国际条约 而真空弹到底为什么可怕美军的退役将领这样分析 就是因为真空弹会释放出大量的液燃气体 气体引燃后会产生巨大的震荡气流散发出高热 号称能导致人体蒸发内脏粉碎杀伤力巨大 他并不是任何军队的攻击 这就是我惊喜的 他一直在关注于兵党的群体 若是俄罗斯真的如乌克兰所言 用在城市当中造成的伤亡可能更多 而CNN记者也在俄罗斯边界直击 俄军仍然不停地调动 普京请进所有资源在乌克兰各地大肆攻城 包括北部城市切尔尼科夫 一家超市被击中冒出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还有一间幼儿园也被击中 民宅都变废墟 而在俄罗斯宣称已经彻底掌控的 东南部城市伯德杨斯克 这里的军民决定和俄罗斯拼到底 俄罗斯士兵坦克一整排霸气 站在市议会前 结果当地的军民肉身挡大军 群情激奋要俄罗斯滚回去 俄罗斯大兵根本没辙 民众还高声唱起乌克兰国歌 还有人公开怒抢俄军 全部人喊着要俄罗斯人滚回去 乌克兰各地都有民众顽强抵抗 只求早日看到停战曙光 TVBS新闻综合报道